结婚就像一场赌注 你嫁对了人 幸福一生 嫁错人后悔一辈子 结婚一定要顺之又甚 千万不要盲目地做出选择 更不要一时冲动选择闪婚 否则的话你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后悔不已 小静差点因为自己一个错误的决定 后悔不已 好在她比较幸运 跟男朋友回家的过程中 遇到了一个老奶奶 老奶奶的一句话 顿时把小静吓傻了 也就是因为老奶奶的一句话 让她彻底地看清了男朋友的真实面目 来自小静的字数 我叫小静今年25岁了 来自四川一个贫穷的小山村 我父母在我八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我被判给母亲 我母亲就是一个在山区里面长大的女人 没有知识 没有文化 思想比较落后 离婚第三年我母亲就再婚了 自从她再婚以后 我就跟外婆相依为命 外婆待我很好 家里面虽然穷 但是有什么好吃的她都会紧着我吃 每次吃饭的时候 她只吃一些白米饭 她说她不喜欢吃肉 后来大了 我才知道外婆不是不喜欢吃肉 而是舍不得 外婆经常说我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没有爹妈疼 而我已经习惯了 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日子 不觉得有什么 十五岁那年我辍学了 去了江苏打工 打工的第二年 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个男朋友 小强 小强是我的同事 长得高高的 帅帅的 他很有女人缘 我们车间好几个小姑娘都喜欢他 我也不例外 深深地被小强吸引了 那时候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情 只知道喜欢一个人 就是想和他在一起 我是追小强的女孩当中 最不显眼的一个 也是条件最差的一个 我根本不敢对小强表白 也不奢望他能喜欢我 我每天都会偷偷地观察他 后来有一次 晚上加班的时候 我走得很晚 当时车间没剩几个人了 当时我闺蜜也在 他悄悄地告诉我说 小强已经观察我很久了 好像对你有意思 我不相信 以为他在开我玩笑 我觉得凭小强的条件 他可以找一个很好的姑娘 况且喜欢他的姑娘那么多 个个都比我条件好 我没有什么值得他喜欢的 可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 没过一段时间 小强竟然主动向我表白了 小强向我表白的那一天 我很激动 当场就答应了他 和小强在一起 我很开心 我们两个经常一起出去看电影 一起出去约会 我恨不得 一天24小时和他黏在一起 我生活在贫穷的山村 没见过世面 不懂得享受生活 每个月发了工资 我基本上都不怎么花 可是小强不一样 他很会享受生活 经常带我出去吃 喝 玩 乐 我们两个每个月的工资 都花光 一分钱都存不到 有时候甚至还没到 发工资的时候 钱就花得差不多了 刚开始我还有一些不习惯 毕竟以前的我很节约 可是后来我发现 花钱的感觉还挺爽的 每天可以吃自己想吃的 买自己想买的东西 我感觉挺好 慢慢的我也养成了 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 和小强交往不到一年 就偷偷地瞒着我外婆 和我母亲和小强同居了 同居半年之后 我发现我好久都没来立嫁了 当时我很害怕 赶紧地去医院买了试纸 测了一下 发现我怀孕了 可是自从小强知道 我怀孕之后 对我的态度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我告诉小强 我怀孕的时候 他明显地不高兴 虽然表面上 他说希望我能把孩子生下来 并且他告诉我 过段时间就带我回家见父母 可是我总觉得他在骗我似的 当时我很相信小强的话 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突然有一天 我去公司上班了 小强说他头痛 想请假一天 我没有放在心上 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了 可是等我下班回去之后 我发现小强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 我给他电话也打不通 甚至我联系他最好的朋友 他们也说没有见过小强 我发疯似地找他 但是依然没有找到他 后来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 小强和我在一起并不是因为喜欢我 而是因为我好骗 会给他花钱 后来我仔细地想一想 确实自从我和小强在一起 我们出去吃饭看电影 都是我主动买单 这两年 我每个月工资都花光不说 前两年我攒的几万块钱都花光了 现在我怀孕了 他却偷偷地跑了 实在没有办法 我找不到小强 只好从同事那里借了两千块钱 去小医院把孩子打掉 当时孩子已经将近三个月 那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我不忍心 但是没有办法 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 我没有勇气做单亲妈妈 不得不残忍地把她打掉 孩子没有的时候 我哭了很久很久 自从这件事情以后 我开始排斥男人 认为所有的男人都一个德行 没有一个好人 为了忘掉小强 我拼命地投入工作 拼命地加班 由于我表现出色 被公司领导提拔成了一个小领导 这些年我改掉了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 又攒了不少钱 今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 我妈经常催着我回家相亲 让我赶紧地找一个男人嫁了 说在农村像我这个年龄的姑娘早已经结婚了 就我还迟迟不愿意找对象 我和小强的事情并没有告诉我母亲 我觉得多说无意 上半年我通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我的第二个男朋友小伟 他比我大三岁 他和小强的性格完全相反 他成熟稳重 老练 女人缘很差 他就是一个梦葫芦 刚开始我不愿意和他过多地交往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 改变了我对小伟的看法 我觉得他虽然有点闷 但是做事挺靠谱的 有一次我去我朋友家吃饭 从另一个朋友那里得知小强的消息 说小强已经结婚了 而且孩子都有了 当时我非常的难过 于是就多喝了两杯 我本来就不剩酒力 两杯下肚之后 就喝多了 喝多以后的我话特别的多 我朋友为了撮合我和小伟 让小伟送我回家 回家的路上 我走路都费劲 摇摇晃晃 从我朋友家到我家 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 可是我愣是走了半个多小时 我不让小伟跟着我 他就默默地站在我后面 看着我 跟我保持距离 我很难过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后来小伟从我朋友那里 得知了我和小强的事情 我本以为他知道这件事情 以后会嫌弃我 不理我了 毕竟我曾经怀过别人的孩子 但是似乎小伟并不在乎 他仍然一门心思地对我好 我觉得一个男人 能接受一个不完美的女人 是需要勇气的 从那以后 我对小伟又多了几分好感 为了考验小伟 我仍然没有答应他 可是小伟并没有强迫我 他告诉我 要遵从内心 他会等我 等我接受他 我被小伟感动了 答应做他女朋友 这一次我并没有像上一次一样 和小伟同居 我一直和他保持距离 保护好自己 小伟和小强不同的是 他是一个不懂得浪漫的男人 而且每次我们出去吃饭 他都非常的节约 从来都不浪费 这点和小强完全不一样 最重要的是小伟对我很好 每次我快来立价的时候 他都会提前给我买好 卫生巾 我来立价的时候 他会给我煮红糖水 我肚子痛 他会帮我揉肚子 但凡我有一点不舒服 他都会非常的紧张 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被人这么照顾 我瞬间觉得自己好幸福 甚至我曾冲动地想过 把自己交给他 但是经历了上一次的事情 我不敢 和小伟交往了大半年之后 小伟说他母亲生病了 想见一见我 他想让我跟他一起回老家 探望一下他母亲 当时说实在的 我并不想跟他一起回去 毕竟他还没见过我母亲和外婆 我先见他父母总觉得不妥 最终在小伟的软磨硬泡之下 我答应了他 当时小伟再三向我保证 他说即使我跟他回去了 也会跟我保持距离 只要我不同意 他就不会碰我 我没有想到小伟看穿我的想法 想到这大半年以来 他对我的好 我不忍心拒绝 同意和小伟一起回老家 看望他母亲 到了小伟家之后 我发现他父母对我特别的满意 而且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我 热情地招待我 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中午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四五的孩子 跑到小伟家叫小伟爸爸 当时把我给整猛了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小伟妈妈赶紧地捂住了 那个小男孩的嘴巴 把小男孩带走了 而小伟看到那个小男孩之后 脸色都变了 虽然他强壮镇定 但是我看得出来 他有一些紧张 有一点心虚 小伟不好意思地给我解释道 这是邻居家的孩子 以前开玩笑老让他叫我爸爸 后来他习惯了 见我就叫爸爸 你别介意 我和他没有关系 我相信了小伟的话 这件事情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晚上吃完饭 我吃得有点饱 决定去村子里面转一转 走到村东头的时候 刚好遇到了一个老奶奶 她不小心摔了一跤 我和小伟看到之后 赶紧地把她扶起来 坐在了木桩上 老奶奶看了半天 没看出小伟是谁 她问小伟 你是哪家的孩子 小伟告诉老奶奶 她是村西头老赵家的孩子 老奶奶这才想起来说了句 我 是老赵家的孩子呀 怎么又领来了一个姑娘呀 听到老奶奶这样说 小伟脸都绿了 赶紧地说道 奶奶你要回家吗 我送你回家吧 我很好奇 为什么老奶奶说 又领来了一个姑娘 还没得我反应过来 小伟直接拉着我 送老奶奶回家 把老奶奶送到家之后 老奶奶让小伟 去他们家柜子里面 给我拿一个 她家刚摘的梨子 小伟前脚刚走 老奶奶就仔细地 打量了我一番 看了又看 说了句 小姑娘长得真好看 白瞎了这么好看的姑娘 要给别人当后妈了 听到这我愣住了 顿时吓傻了 心想我怎么就成了 别人的后妈了呢 我刚想追问 老奶奶说什么意思 小伟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 她怕老奶奶 跟我说什么似的 赶紧拉着我就往外走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 跟着小伟回了她家 那一天晚上 我转转难眠 老奶奶的话 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我怎么都睡不着 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地 刚想睡着 就听到外面的孩子哭闹 我想着 小伟家怎么会有孩子哭呢 我以为我听错了 但是孩子的哭声 越来越大 我很确定 还就在隔壁小伟房间里 我混混噩噩 刚走到小伟门口 听到小伟的妈妈说道 儿子呀 你千万不能让小静知道 你还有一个儿子 你要知道 没有几个女人 愿意做孩子的后妈 况且咱们家什么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爸她就是一个毒鬼 输了那么多钱 我们家里穷得叮当响 这附近没有一个人姑娘 愿意嫁给你 你好不容易又从外地 带回来一个女朋友 一定要抓紧时间 把她拿下 等生米煮成熟饭 她怀上孩子 一切就都好办了 这时小伟回答道 妈 我知道 你放心好了 我会尽快把她拿下 我听说小静这些年 攒了不少钱 等我和她在一起之后 我再慢慢把她的钱 骗过来 她可好骗了 我说什么她都信 但是你一定要看好小军 这几天你把她锁在房间里 千万不要让她再出来了 以免被小静发现 听到这之后 我吓得连连后退 没有想到小伟和我交往 已是别有目的 她竟然有一个儿子 而且她父亲还是一个赌徒 家里欠了很多的外债 而她和我在一起 也是为了我的钱 觉得我好骗 想到着我的心不停地颤抖 我怎么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等我缓过来 我赶紧地回了自己屋 生怕他们发现 我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第二天 天刚蒙蒙亮 我便收拾了我的东西 离开了小伟家 我很庆幸 遇到了老奶奶 是她的一句话点醒了我 还好 我及时地认识了小伟的真实面目 否则的话 我又要上当受骗了 如果我真的和她结了婚 到那时候后悔莫及 我会认识了小伟家 都能够退 我们下期再见